说的是2011年11月12日上午10点多钟 家住浙江省慈禧市的方美娟 突然接到了堂弟方志诚的电话 电话那端他带着哭腔说 姐不好了 我现在已经把我的儿子还有老婆都捂死了 我也马上要随他们去了 我欠下的那一大笔钱实在是无力偿还 姐你们保重 啊还不等方美娟反应过来呢 方志诚便挂断了电话 这个电话让方美娟心惊肉跳 他立刻又拨打了堂弟的手机 但是手机却关机了 于是他急忙拨打了报警电话 可遗憾的是 当警方赶到方志诚岳母家里的时候 这一切都已经完了 只见方志诚的老婆和儿子 躺在床上没有了呼吸 方志诚则挂在一根绳子上 也断了气 他上吊了 哎哟 悲剧啊 这么大的一串悲剧 他究竟是怎么酿成的呀 接下来咱们从头细说 方志诚呢 在很小的时候 就被亲生父母遗弃了 幸好是遇到了养父母 这养父母对他就像对着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 照顾有价 在方志诚21岁的时候 养父母给他取了一门亲事 结婚之后不久啊 方志诚的儿子方顺华出征了 10月份的时候 他给儿子办了个满月酒 在儿子的满月宴上 他当着所有的宾客的面 高兴的对他们说 这个儿子啊 是我们方家未来的希望 我要好好的教育他 为他保驾护航 让他自由快乐的成长 我希望他将来能够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方志诚说的动情处竟然还落下了眼泪 因为他想到了自己的出身 在此后的日子里 无论他工作有多忙 他都会准时的回到家里陪伴着儿子 在儿子的教育问题上 他也是傻费苦心 他在儿子三岁左右 就开始给孩子报各种兴趣班 五岁的时候 便把他送到了城中区中心小学去读书 儿子方圣华也很争气 虽然入学的时候年纪小吧 但是他聪明伶俐 成绩一直很优秀 为了能够让儿子健康的成长 方志诚甚至还学了厨艺 这空闲的时候 他就会给儿子做一些好吃的 方志诚的妻子于国英 看到丈夫对他们母子爱人这么好 就打心眼里感觉自己是假对了人 每天脸上都是带着幸福的笑容 夫妻二人在培养孩子上边 这观点是很一致的 因此两人在教育孩子的时候 也就没有起过任何的冲突和矛盾 他们的儿子也被夫妻二人齐心协力 教育的很出色 这小小年纪不仅很懂礼貌 而且还很勤奋 上纪 方顺华在小学阶段经常拿奖状 老师也会常常表扬他 他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是写过了一篇作文 作文名为我的理想 这个小男孩在文章中是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说我长大之后 希望能够去美国留学 学习国外最先进的科学技术 孩子的那篇作文 还被老师当众表扬过 并且在课堂上宣读了 这让方顺华很高兴 于是在奉学回家之后 他就兴奋的把这件事情又告诉了父母 并且拿出了那篇作文给父母看 方志诚夫妻爱人看完这篇作文之后 先是对儿子进行了一番夸耀和鼓励 接下来他俩也把孩子的理想啊 看作了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 方志诚对妻子说 哎呦这既然他们孩子这么有想法啊 我觉得啊将来要送儿子出国留学了 对于丈夫的这个决定 于国英居双手双脚啊 他激动的说 我们将来不但要把这孩子送到美国去 还要让他上最好的学校 将来做一个非常出色的人 不过这决定容易做啊 但是想要去实施的话 还是有很大难度的 啊 闲下来的时候 这夫妻俩就算了一笔出国留学的费用 不由的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要是出国留学的话 没有三十万元以上的费用 那是不行的 而这几十万元的费用呢 对他们工薪阶层来说 那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按照夫妻俩现在的收入来看吧 儿子出国留学啊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算完账之后 于国英叹了口气 哎呦 这么贵啊 咱到现在他攒了几个钱呢 到时候儿子铁定是不能出国留学了 那不行 咱们得想个办法 嗯 看来只有做生意才能够多赚钱 靠打工的话 咱们一辈子也都不出国门的 方志诚也跟着叹了口气 可是 这得做什么生意好啊 夫妻俩人一直都是在私人企业里上班 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做生意 他们俩对做生意那是一窍也不通 不过啊 从这天开始 怎么样赚大钱 就成了夫妻案人心里的一个疙瘩 有一天 于国英在下班回家之后 看到周围开发的楼盘还在打桩呢 这地基都没有建好呢 但是已经有好多人排队争先恐吓的付款登记了 哎 这一现象让他不由的眼前一亮 何不炒房啊 回到家之后 于国英就和丈夫商量了一下 这方志诚有点担心的说 这 咱们手头上没有那么多钱啊 这万一要是亏了可怎么办呢 这年头都是蹭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你总是趴着趴那 那怎么能够赚大钱呢 再说了 你看 现在买房势头很大 房价是一天一个样 依我看 肯定赔不了的 咱们手头上要是没有那么多钱 可以找亲戚朋友借啊 如果实在是筹不了那么多的话 咱们再向银行去贷款 多买两道房 到时候再卖出去 或者是租出去 都可以 肯定能够赚钱的 方志诚还是有些不自信 这万一是赚不了钱呢 那到时候怎么还银行的贷款呢 余国英则笑了笑 我这傻老公 你就放心好了啊 现在买房和卖房的势头这么强 以我的眼光来看啊 以后房价还会不停的想上涨的 肯定不会亏本 你要送儿子出国是不是 那你靠死工资哪里行啊 咱们必须得学会投资 听了妻子的这一番话 方志诚才慢慢的把心就放到了肚子里 然后他们就把他们家的房产证作为抵押 向银行贷款了20万元 又向亲戚和朋友又借了一点钱 再然后以每平米1650元的价格 购进了两套商品房 确实挺便宜的啊 事实证明 余国英的眼光确实很厉害 2004年的上半年 慈禧的房价就涨到了每平米4000多元 余国英也是很快的 便将两套房子就转了手 这一下竟赚了50多万 嘿呀 这下方志诚对老婆佩服的那是五体投地 那天晚上他亲自下了厨 炒了好几个老婆儿子喜欢吃的菜 兴奋的说 现在咱们儿子出国留学的钱有了 老婆还是你的眼光好 我决定了 从今天开始啊就把家里的财政大权交到你手上 以后呢我就不再插手管财政方面的事情了 我呢就只是当好你的闲内柱 照顾好孩子就可以了 从那天之后 方志诚就经常在网上和一群想送孩子出国的家长去交流 并且呢还想方设法的让人把美国的教材从外边带回来 又顾家教为儿子辅导 让儿子提前感受外国的文化 2006年 方志诚的儿子不负众望 考上了本地最好的初衷 一家人非常开心 那天方志诚又在上网的时候 忽然就看到一则关于孩子出国的事情 一个交流群里的家长说 这两天呢有两个新闻说了 一个女孩高中毕业以后到美国去留学 因为之前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 她独自生活啊始终是适应不了国外的生活 最后得了重度精神分裂症 父母没有办法 只好把她又接回国内进行治疗 由此看来这孩子要是自己出国的话 那必须得有很强的心理素质 以及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才行 可是这又该如何培养啊 这个家长的话 就像是一个石子啊 投向了湖中心 顿时引得整个群里家长们 开始七嘴八舌的议论了起来 这方志诚看着那个家长的发言 一时之间有些吃惊 他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将来出国会是个什么情况啊 毕竟自己的儿子也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父母 那如果他要是一个人出国去了美国的话 会不会也是因为想念父母而不适应 最终就过不了国外的生活呀 想到这儿 方志诚不由的身体有些发寒 可是这一时之间他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那如果只是这一件事让方志诚郁闷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另外一件留学生自杀事件 更让方志诚担心郁闷不已 那是2006年有一个在俄罗斯留学的留学生 因为适应不了新环境而跳楼自杀了 这件事情在网上当时闹得那是沸沸扬扬的 方志诚顿时啊就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单单把孩子送到国外去 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因为很多独生子啊都是在父母的精心照料之下长大的 就像是一朵朵温室的花 一旦离开了父母的精心照料 这些花恐怕就要凋谢了 可是怎样避免温室里的花不凋谢呢 方志诚想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全家移民 这样既能把孩子送到国外 又能让孩子感受到父母时刻陪伴的温暖 同时也能减轻孩子其他方面的压力 可以说两全其美 但是这移民哪是那么容易的呀 方志诚经过一番打听之后得知 如果移民加拿大的话 这手续与费就得需要一百五十万元 这笔钱对他们而言又是一笔天文数字 方志诚晚上啊 便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告诉了老婆 于国英听了之后也是沉思了办啥 对 其实你说的也挺有道理的 咱们都是为了孩子好 可是移民的费用实在是太高了呀 就算我们把移民的手续费都凑够了吧 你想啊 如果我俩跟着孩子一起移民到加拿大 那现在以我们的学历水平能够找到工作吗 再说了 过去之后 咱们还得需要一笔不小的生活费 没有个几百万的话 这移民的事想都不要想 哎呀 确实啊 这钱太重要了 方志诚不由的感叹了一句 这时啊 于国英又说了 为了咱们儿子的将来 咱们就接着炒房吧 目前呀 还是这个比较靠谱 说不定没两年 就能够赚够移民的钱呢 于是 这夫妻二人又开始自出筹款炒房了 于国英啊 曾经也是多次向亲戚朋友 以高于银行的利息去借贷 在慈西 嘉兴 上海 炒了好几套住房 转手之下 他们一下子又是进账数百万 这让夫妻二人满怀信心的 看到了移民的希望 到了2009年 方志诚的儿子又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了宁波市省级重点高中 哎呦 这方志诚夫妻二人觉得 只要他们夫妻俩在稍作努力 就能够全家移民了 后来 除了炒房之外 他们俩还在温西城区的闹市区 开了家店来做生意 日子过的那是有滋有味 可是 事情啊 却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 2010年 随着宏观调控 银根收紧 炒房也不太像以前那么火爆了 其实啊 他们已经攒够了移民的钱了 如果这个时候啊 像往常一样安安心心的过日子 也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了 可是 人心不足 舍吞笑 人呢 总是贪心的 欲望 永无止境 这人往往都会栽到这个贪字上 而方志成一家 就是栽到了这个字上 于国英不满足目前所赚的那些钱 他想 如果能够再赚更多的钱 到时候 在国外也能够过得上富足的上流生活 而骗子呢 往往就会看中那些贪心的人 有一天 于国英认识了一个在上海从事投资行业的老板 他见这个老板谈吐不凡 争口闭口就是一些投资生意经 而且说的是头头是道 以于国英的水平啊 根本就听不出来有什么漏洞 这个老板在跟他侃侃而谈了两个小时的投资生意经之后 就很真诚的对他说 我们现在啊 正在搞一个投资呢 我想以50%的年利率向你借款 限期是一年 按照季节付利息 你觉得怎么样啊 如果信任我的话 你可以投资 我敢跟你打保票啊 在同行业里边 没有人比我开出的条件更加丰厚了 哎呀 面对如此丰厚的条件 于国英那是心动不已啊 他想 这是一年的时间 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赚这么多钱 这些钱不就像是大风刮了一样轻松吗 他想了想就同意了 行 你想借我多少钱 我看老板娘也是一个很有眼光 很有经济头脑的人嘛 想必你们家里应该有蛮多闲钱的吧 其实啊 借的少了倒也不划算 我们这个生意啊 你也知道 投资越大 汇报就越多 这样好了 你借我五千万吧 我保证年底的时候啊 能让你净赚至少是一千万 这上海老板信誓旦旦的夸下了海口 一千万的诱惑 对于于国英而言 那是非常大的 他顿时两眼放光 仿佛已经看到了窗外大风刮来的那些钱 那些钱就像是涨了脚一样啊 蹦跳着就进了他的裤兜里 于是这个女人就同意了这位上海老板 可是他手上没有这么多本金 这时他又想到了去找亲戚朋友们借钱 为了能够凑齐五千万元 他给亲戚朋友们是开出了百分之二十的年息 好多人都被这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啊 给诱惑住了 再加上啊 于国英曾经也向他们借过钱的 并且从来没有拖欠过 俗话说啊 好借好还 再借不难 而且眼下这个女人又有些财大气粗了 所以大家对他的话也是深信不疑 纷纷的拿出了自己的积蓄 很快 没几天的功夫 于国英就向同事们借了高达九百多万元 这个时候啊 他心底的贪欲已经是最大化了 已经让他昏了头 可是 九百多万 离这五千万元还是很遥远 于是他便用几套房子作为抵押贷款 又从亲戚朋友那里借了一大部分 终于是凑齐了五千万 随后于国英便将这笔天文数字啊 就给了上海老板 哎 一开始还挺顺利 第一季度的时候 对方还是很爽快的支付了利息 但是从第二季的时候 对方就推说啊 这钱还没有投到新的项目上 利息可能要延迟一周支付 但是一周过去之后 对方仍然没有动静 那这下于国英有些着急了 他就电话去催 可是对方又敷衍了他 就这样拖了一个月 于国英的心里越来越不安起来 他便打电话联系那个上海老板 可没想到这老板却关机了 直到这时啊 于国英他隐隐的觉得这事情不对劲了 于是啊 就驱车来到了上海 按照当时那个老板留下的地址去找 却发现早就是人去楼空 老板跑了 五千万打了水漂 于国英顿时傻了 他精神恍惚的开着车回到了慈禧 从那天开始 他就整天是神思恍惚 方志诚见老婆这几天有些不对劲啊 就问他究竟是怎么了呀 哪里不舒服啊 于国英只是摇摇头 没有说话 他不知道该怎么和丈夫开口说 2011年国庆节的时候 有两个寨主啊 给于国英打电话吹债 其中一个就说 于国英啊 你要是再不给我钱的话 我就找你老公要钱了 可是 于国英手上哪里有钱呢 他木然的挂断了电话 心如死灰 甚至对生活呀 都失去了希望 那两个寨主 又找到了方志诚 这方志诚很诧异啊 因为他不知道妻子 是什么时候又找人借钱了 回到家之后 他对妻子说 哎 你啥时候又找别人借钱了呀 我听说还借了不少呢 实在不行 要不这样把那两套商品房过户给他们 咱们现在手上也没有现金 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攒够了移民的钱了 你不要太贪心了啊 不要动其他投资的心思了 以免惹上麻烦 现在咱们儿子还有两年就念完高中了 到时候咱们就移民 听了丈夫的话 余国英心里很不是滋味 那些准备移民的积蓄啊 早就被他挪用光了 而现在呢 他们家已经成了负债累累了 可是 他又怎么能跟丈夫实话实说呀 几天之后 余国英又得到一个坏消息 就是啊 那个骗了他们钱的上海老板已经逃到国外去了 那个家伙不仅是借了他的五千万 还借了包括慈禧 宁波等地的一些老板的钱 已经是卷走了八个亿 逃到了国外 目前呢 警方正在追捕他呢 可是这些骗子一旦跑到了国外 那就很难再追捕了 就算是追捕回来吧 那些钱也未必能够如数的还回来的 余国英听到这个消息 就如同是听了一个晴天霹雳 呆在原地半天没有动 几天之后 有些债主也是听到了这个消息 便陆陆续续的来找余国英要钱了 连日以来 心理压力巨大 再加上债主们不断的朝他要钱 余国英终于是绷不住了 终于 十月十号傍晚 他哭着把实情告诉了丈夫 丈夫方志诚听完之后傻了 办上之后才回过神来 他对着妻子大喊大叫 天哪 你是不是疯了呀你 你为什么那么贪心呢 我们当时已经攒够了移民的钱了 你为什么还要动其他心思啊 你还要不要我和儿子活了呀 可这个时候 一个又一个的吹债电话 不断的打进了余国英的手机里 但是余国英不敢接 天哪 你先接电话 逃避不了的 方志诚叹了口气 这样 你把那几个债主 明天晚上约到我们家的店里 咱们一起商量一个解决方案吧 第二天 方志诚和余国英准时在店里等候 这夫妻二人呢 这一夜之间 仿佛老了很多 丈夫方志诚 更是憔悴了不少 这眼角都是布满了血丝 情绪非常低落 面对着前前后后进来了四十多个债主 他不断的向他们道歉 有的债主情绪很激动 出言不逊 但是夫妻二人却不敢有任何的顶撞 只能是唯唯诺诺的陪着不是 几个小时之后 激烈的争吵中 就形成了一个基本方案 大家商定 第二天下午 内部拍卖他们家的房产 先还上一部分债 能还多少是多少吧 可是 只有余国英自己心里清楚 这房产呢 早就已经抵押给银行了 他们根本就没有房子可以卖了 送走了四十多个债主之后 已经是十一月二十一日凌晨了 余国英这时候 他跟丈夫说了实话 咱们家的房子 我已经抵押给银行了 现在 根本就没有房子可以卖了呀 这 什么 此时此刻 方志诚他没有力气再和妻子争吵 和责骂他了 夫妻二人关了店门 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家走去 方志诚的内心是无比煎熬的 与此同时 他又在想啊 自己究竟要怎样去还这五千万的巨额债务呀 他更担心儿子 儿子从小就享受着家庭优越舒服的生活条件 而这一夜之间却变成了穷光蛋 这儿子就怎么能够承受得了啊 他以后还怎么在别人面前抬得起头来呀 方志诚就仿佛看到了儿子痛苦的脸庞 和祈求悲哀的目光 但那一刻 他的心里就有了一个轻生的念头 既然不能有尊严的活着 那又何必还活着呀 既然还不起这巨额的债务 那就以死谢罪吧 十月十二日上午九点 方志诚开着车来到了儿子学校门口 把儿子接上 然后一家三口啊 去了丈母娘家里吃午饭 吃午饭的时候 方志诚一言不发 神态也是比较漠然 他不停的给儿子夹菜 吃完了饭之后 他又给妻子和儿子每人倒了一杯橙汁 两人喝完之后啊 都感觉啊 这头有些晕沉沉的 于是啊 就都一起上楼去休息去了 方志诚见妻子和儿子都上楼休息去了 就让岳父岳母去散步 并且对他们说啊 他们一家三口在午休的时候 不要去打扰他们 岳父母离开了家门之后 方志诚的泪水也是躲框而出 他叹了口气 上了二楼 找到熟睡的妻儿之后 便将他们啊 给捂死了 随后啊 他找来一根绳子 想要上吊自杀 可是他觉得还有些话 需要对唐姐交代一下 于是就给唐姐打了个电话 而这就是我们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警方事故调查 方志诚是把妻儿的橙汁里边放了一定剂量的安眠药 导致他们陷入深度睡眠 然后对他们下手就捂死了他们 接着又给自己的唐姐打完电话 随后啊 就上吊自杀了 于国英的母亲接到这个噩耗之后啊 当场就晕死了过去 再后来 消息已经传出之后 债主们感到无比的骇然 他们也都是没有想到啊 这夫妻二人竟然会用这种方式来给他们交代 其中一个债主说 他们一家人这么一搞啊 让我们很难做人的 外界都以为是我们催债逼死了他们的 但事实上我们根本就没有逼迫他们 毕竟大家之前还都是很好的朋友 我们这些人呢 也只是想和他们好好商量商量 从而寻求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嘛 可是没有想到 他们居然用这么极端的方法 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好好商量的呢 另一个债主说了 其实这件事情啊 也不能全怪于国英一个人 大家把钱借给他的时候 不都是想着要挣那20%的年息吗 如果我们当时能够帮着他把事情分析一下 也可能不会轻易的把钱借给他了 我们也都不会轻易的上当了 确实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贪心 你不要说你没有啊 其实每个人都有 上门有 听大的你也有 不管是谁 在巨大的利益面前 有可能都会失控 我们总说着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 并且已经都说烂了 还得说 如果哪天在你面前摆了一张大馅饼啊 那肯定就是有毒的 吃了之后 破财是小 着灾是大 就像咱们本案中的余国英 毁在了贪欲之上 毁在了毒馅饼之上 并且还连累了自己的儿子老公